就是 一晚一天就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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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你看你看这有两只 这两只非常激进的羊 这里还有猪 这里有苹果 苹果 我开猪 它会咬到我手吗 不会 那我是这样给他 这给他嘛 他不会咬到你的 哎呀不怕 给他不会咬你了 你轻轻他给他也好了 那我来吧 现在是周六下午三点钟 我们回家睡了一个午觉 吃了一顿 Five Guys的汉堡 我们准备再出发一下 因为现在的天气 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西雅图的夏天 实在是非常的短暂 估计再过两个月 又要开始下雨了 所以呢 当上午我们去了 Samimish Animal Sanctuary 救助动物的农场 是一个私人的农场 但是呢是免费参观的 我们可以进去看动物 当然你也可以 抖那头五块钱 买一小个bucket的胡萝卜 或者苹果 有可以近距离的去喂羊啊 牛啊 还有小猪 这些动物 那些动物都真的是 非常的热情 可能是喂的人非常多 所以他们见人一点也不害怕 看到我们拿着食物过去 他们马上就跳起来 但是它这个donate 是要cash only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带胡萝卜 我们要出去hiding 如果你自己没有带胡萝卜的话 小的蔬菜就当是support这个farm 看一下这是一个停车场 现在没有什么车 然后我们现在就走一条 最轻松的trill 嗯 它这里是属于state park 所以是需要discoverpast 如果没有的话就在这里付钱 yeah let's go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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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现在走了大概半个小时 一共才遇到了六个人 从我们一面走来 而且这个路也挺宽的 所以说非常能够有keep social distance的条件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trail 我非常的surprise 没想到在downtown的附近 竟然有这样子的地方 空气非常的清晰 树都很高 树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会有一点点阴阴凉 但是像现在这个天气 八月底的西雅图的话 短袖是应该正好了 再穿一件的话可能会有点热 而且这个路呢也非常的平寒 非常适合小朋友走 但是在路上走着走着呢 这是一条主路 会有这种小岔路 走进去呢看得出这里面的路很深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口上也没有什么路牌 所以也不知道这是去哪里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决定tip走这条大路来走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 前面有个哥们在跑步 到了一个有标志的地方 我们准备走这条 就是有花扇的这个 trip 它好像1.6m 所以我们在这右拐了 走错了 终于坐上去了 终于可以走起来了 我们一直在陪他玩 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了 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路程就结束了这个1.6m的trip 感觉非常的好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地方上厕所 尤其是对带小孩的家庭 因为小孩他一路玩啊 所以也不知道要玩过去要玩多久 这是现在唯一的一个concern 我觉得在这个去右路口的时候 是有厕所的 但是一旦进入到里面了 就没有看到有那种 honey bucket也没有看到 厕所是更没有看到的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